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父做着同样的事情 请你家务为我打电所有的一切 我也理所当然 觉得这就是母亲该为女儿做的事 我不是要听到你这些讲 我想看到是陈继龙 这样过后你想跟人家讲 妈 我在讲电话 爸 讲啊 我看你怎样解释 等下回公司再谈 我自以为我工作上的压力 可不是她能所体会的 毕竟她只不过是个普通的妇人 公司对我这个主管很其重 而我对团队的要求也相对的高 我对工作很认真 绝不让所遂的事 打扰我的专注 我看你未经认真了 我对我还未经认真了 这些人就不被子 对我说 我的柔软 是为了 我还没记住 我还没有说 太大 PBS了 我还没有记住 阿姨 是我 他是affe 我跟着你 你我还没记住 母亲突然地离去 把我的高傲完全地击倒 我第一次意识到 其实我一直是多么地依赖着母亲 颖子 云 Roxie neighbour 这两个胖子 等一下这三公里夫妻子 老少不少 老 never put into home 但出来的这一个 便得他们在身上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原来是我的自负 没让我看见母亲对我的心心中 我的理所当然 已成为了我永远的遗憾 后来我终于明白 母亲在生活里不断重复的 就是爱护着我 而我的幸福 就是她生活里的意义 我决定带母亲去完成她的遗愿 不对 是母亲带我去完成我未远的承诺 我决定带母亲在生活里的生活里的 我决定带母亲在生活里的生活里的 我把母亲藏在心里 带了母亲去旅行 我想念这母亲的细腻 我想念母亲想我的时候 妈 我想你 曾经我是如此的幸福 如今我只能永远怀念着她